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Permico如何高效部署Jungle应用到多台远程服务器 然后这节课课程目标有几个 一个就是说要解决完全脚本化的这个难点 然后如何从交互式转换到完全的脚本化部署 然后最后就是编程实现 然后完全脚本化它有一个难点 就是说这个nsshclient它的这个run command 这个api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是单次执行 执行完了这个session就结束了 互相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 比如说我连续执行两条指令run command 然后先到这个data这个目录下 然后我又执行ls这个指令 就是看当前目录它的有哪些文件 但是这个ls呢它依然会在home-allen 就是说这个根目录下 而不是在data这个文件夹下 所以说这两条指令相互之间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比如说我上面 我要在data这个目录下执行一些指令 然后我就要在这条指令里边 指定它的绝对路径 而不是说我先到了这个目录下 我再执行一些指令 这个是不能实现的 必须在一条指令中完成这个操作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难 我们之前做的一些实现 然后它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它是一个难点 另外一个就是说难点二 就是说交互式效 虽然比较直接 就是操作起来可视化都比较直观 但是说我如果操作多台机器的话 我就要开多个效 比如说我开N台远程的机器 我就要开N的效 很容易出错 这样比较麻烦 然后我们的解决办法呢 就是说避免交互式的效 只启动这个Evoke的效 而不是不再去 在前台去监视它的那个用户的输入 还有这个它的输出 只是打这个远程机器的输出 而不管这个输入了 然后就是说 让指令连续一个上下文执行的环境 就是说我们把要执行的指令 放到一个list里边连续的发送 然后一条发送 当然要等待它的回复 然后我们把这个回复的内容给打印出来 这样可以便于我们观察指令的执行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pycham的这个编译器 我们现在就是说定义一个连续执行的这个函数 就叫multi multi run command 然后它是 它接受的参数是一个 是一个参数的一个列表 list if 先判断一下 if 这个self 它的 它这个shell 没有这个shell的时候 然后我们 要新建这个shell 怎么新建shell 就是从这个client里边去invoke一个shell 当然这个在初始化的时候 然后要把它制成空 none 这个shell 然后便利这个command list 我们可以打印出来 do command 就是执行一个指令 然后真正的发送出去 通过这个shell去发送出去 command 然后加个反向温 就表明它是一行 一行指令 然后我们sleep 个0.5秒 就让它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返回缓冲 iciv receal buff 我们把这个返回来的这个数据给收回来 24 然后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边去执行它 在这个主函数 我们这个定义这个tasknumber 就像之前所做的那一样一样 tasknumber 比如说连一个机器 in tasknumber inrange tasknumber 在这个范围内 把section取出来 ssh 加上str 把它转换成字母串 新建一个client teramical client config.ini 然后section 连接connect 然后我们得到这个sftvclient 就像之前的操作步骤一样 先把这个压缩包上传 users allen 然后这个是我本地的目录 myblog 你在写的时候 也是你本地的压缩包的这个路径 就是 然后这个是远程的 allen data 给他的命名也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myblog tr.gz 然后我们就开始写这个执行的这个list 然后先 先要到这个 先到这个目录下 data的目录下 然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data目录下有什么东西 其实一般你可以自己调试的话 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真正的到这个data目录下了 然后我们新 就是 新建这个虚拟环境 myblog 这个-env 然后 t解压 这样 现在就可以解压了当前目录 而不是像之前一样 还要加个参数 强制性的 他让他解压到这个data的目录下 zxzvf-home alendata myblog.tar.gz 我们解压之后呢 然后到这个目录下 到他的这个目录下 其实我们这个还差一步就是说sauce sauce这个把这个这个给启动起来 sauce b-i-n-a-c-t-i-v-a-t把这个虚拟环境给启动起来 然后去安装 根据这个recommence q-u-i-i-q-u-i-m-e-n-t-s-t-x-t 然后我们启动 mynagmanage.py 启动这个 启动这个jango应用 and server 然后指定他的ip地址 杠8000 好 然后我们用这个client mult runcommand 把这个command list给传进去 这个时候 为了避免这个进程结束呢 嗯 我们 我们写个死循环 不让它进程结束 并以我们观察 但是 要让它切换 sleep 0秒 好 我们执行一下 好 我们现在 现在这个一系列指令 它都把它打印出来了 然后最终的时候 把这个jango的运用给启动起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呃 是不是真正的启动起来 我们访问它的地址 192.168.3.105-800 对 我们看到它的输出是正确的 欢迎来到permaco基础课程 然后我们现在就解语了这个 嗯 我们提出的课程目标里边的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避免这个交互式 另外一个就是说 避免这个run command的这个无上下文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执行多条指令 连续的执行多条指令 这样就给这个指令之间建立了一个 呃 上下文的环境 这样就非常的便于我们操作 然后我们也最终看到的结果 呃 非常完美的几个这个问题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